刚满一周岁就要被人工残忍的扒皮抽筋 皮毛被女工们活生生扯下 然后那些身体被随意地丢弃到机器里边加工 这就是貂皮大衣和羽绒服的生产车间最常见的一幕 这些洁白的小家伙 就是女人们身上那些貂皮大衣的制衣原材料 他们的名字叫做水貂 从外观上看 这些小水貂长相清纯毛发洁白 个个都是一周岁 看起来有点可爱 但其实他们的生命已经走向了终点 在这家工厂里边 只要是超过一周岁的小水貂 就会被工人师傅们从笼子里直接掏出来 然后将他们的腿脚绑起来 然后用挂钩一个一个倒挂在一间密闭的毒气室 所谓毒气室 不是要把这些水貂直接毒死 而是通过像毒气室中释放毒药 来把这些小水貂们全部毒晕过去 这一过程会严格把握毒气的时间和毒气的剂量 基本上不会出现水貂被毒死的情况 等到小水貂们被一个个毒晕过去后 工作人员就会把